6月5号是第53个世界环境日 同时也是第10个中国环境日 环境日的主题是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各地如何扛牢生态环境保护的重任 助牢绿色发展的底色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如何规划路径 有何亮点特色 实施成效如何 在国新办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发布会上 这些省市主观发布的权威消息中 我们或许可以找到答案 从2015年以来 我们自治区党委政府 从来没有审批过一个两高一低的项目 选于高原的森林草木 万水千山得到了最有效的保护 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 是云南最重要的职责和使命 我们不赚带污染的钱 不要带污染的项目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转型 中华水塔三江资源是属于青海的 更是属于全国人民的 也是世界的 所以我们将坚定不移的 当好中华水塔的守护人 让绿水青山 始终成为我们青海最大的优势 最大的骄傲 天赋良仓 首先得有天赋良田 我们以长牙齿的硬措施 保护耕地这个命根子 目前西藏自治区的保护地的面积 占到全区国土面积的36%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占到50%以上 这个青藏高原 已经整体实现碳中和 这个西藏呢 仍然是世界上生态环境 这个最好的地区之一 动物王国 植物王国 世界花园 物种基因库 是云南最真实的写照 我们全面加强 生物多样性保护 高等植物 脊椎动物 和大型针菌种类 均占全国50%以上 这里的话呢 每年有600到900亿的 立方米的源头活水啊 源源不断地 向下游的话呢 进行输送 我们坚决 扛起中华水塔守护人的 重大历史任 扎实推进啊 国家公园建设 始终走在全国的前列 青海的话呢 也因此成为 全国唯一一个拥有 三个国家公园 人在建的省份 四川呢 也是中华民族 两大母亲河干流 都流经的两个省份之一 地表水资源 占长江水系的四分之一 贡献了黄河干流 枯水期 40% 风水期 26%的水量 也是全球 36个 生物多样性 热点地区之一 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中啊 责任重大 我们树牢尚游易事 去年全省国考断面 水质优良率达到了百分之百 大家熟知的张临阳 这个历史上 最少的时候 只有三万只左右 现在已经增加到三十万只了 黑警鹤 现在数量也超过一万只 咱们拉萨 大市的怼龙区 有一条沟叫奶浪沟 现在通过湖外相机 也已经抓拍到雪豹 马射 赤湖 脏雪鸡 等一些野生的 这个正系动物 而且呢 青藏公路上 你要开车 经常会看到 成群结队的野狼 脏野驴 脏领养 云南 有16种土壤类型 占到全国的四分之一 原洋 哈尼提田 是大地的雕刻 东川 红土地 是大地的调色板 高原旗舰动物雪豹 现在监测的数量 已经超过了1200多只 青藏湖的各种鸟类 超过了60多万只 而青藏湖的 罗里 也就是黄鱼 由我们保护 初期的 2002年的 2500多吨 现在恢复到 12万多吨 我们与甘肃 陕西一道 正在高质量建设 大熊猫 国家公园 保护好这片 全球最大的 大熊猫 栖息地 令人欣慰的是 大熊猫已从 宾威 降为义威 野生大熊猫 还时常 下山串门 上个月 在我们 卧龙自然保护区 调查队员 一天内 就偶遇了 三只大熊猫 中国拥有 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南北纬度 跨越近50度 已知的植物 有超3.5万种 占世界植物的 十分之一 收入的生物物种 及种下单元 超15万个 是世界上 生物多样性 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 但山水林田 胡草沙兵 一体化治理 除非易事 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的路上 只能为小善 鸡酒宫 没有捷径